像当住宅区里传出刺耳的尖叫声 一名小女孩拼命尖叫哭喊 但旁边的白衣男子还是不断对他强拉硬抱 女孩不断往后试图挣脱 但男子没有停手 反而蹲下从后面强行环抱 还用手势意要他安静 女童吓得不断嘶吼求救 短短27秒的画面 妈妈看了又气又心疼 特认是日前一名妈妈在脸书社团上发文指控 就读国小中年级的女儿 上午10点多出门 结果遇到一名男子疑似侵犯骚扰他 严重到孩子都有心理阴影 但因为这名男子有特殊情况 报案了也知道犯人是谁了 却无法逮捕 并附上当时27秒的监视器影片 引起网友高度关注 不过幸好当时附近邻居听到骚动 有跑出来看及时救援 不然他这个时候都出去了 刚才好 他没出去了 他看着他骚动不来 所以也感谢老天爷那个白白有出来 附近居民刚好在打扫 及时出现帮忙联系家长 嫌犯趁乱逃跑 警方也寻线找到他 因试射额哨案件 立即通知社会局社工 盗奔局评估被害人身心状况后 进行检数流程 嫌犯刚成年流手册 传出浮游案件 立刻成为议会的讨论重点 对于涉案人这个部分 我们也有给予医治 那确保不会再发生 类似的事情 检方警局正办调查 社会局卫生局也要一起介入 妈妈事后发文更新表示 孩子已经没事 但受到不小的心理阴影 半夜好几次在恐惧中惊醒 明明找到加害者 却无法作为 公布监视器影像 要大家小心 也希望不要因为 嫌犯的特殊状况 这夸张举动 就不受到法律制裁 TVBS新闻林志文蓝亭 桃源切放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